新向来都是没有一年四季的 尤其是女明星 再冷的天气都能只穿一条裙子出现在美光灯下 真是要风度不要温度 低美也是蛮拼的哦 11月28日某珠宝品牌的85周年庆典 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 到场明星嘉宾一定是少不了的 首先登场的是超模李爱 一身抹胸袖身红裙 在这寒冷的季节里让人觉得暖暖的 最后紧跟而来的是安苡萱 同样也是抹胸连衣群 小编冷得直哆嗦 不得不感叹女明星们耐寒冷的能力 真心是一个比一个棒 接着登场的是当天尾仪的男士 文太医张小龙 一身蓝色西装 男士这就保温的多了嘛 咦 这张小龙怎么和安苡萱撞色了 难道这两位是事先商量好来的吗 值得一提的是 当天活动最后压轴登场的是 韩国明星宋慧桥 这才几天桥妹又来上海了 一身白色四段上衣 搭配黑色包裙优雅亮相 不过乔妹也是将快闪发挥到了极致 说了几句话 连裙访都没参加就走了 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说乔妹你也慢点走 大家都还没看够呢 小虎视频娱乐播报上海报道